三藩市華豐 捐贈10萬元支票 可以多1萬個長者營養餐 雖然未到過年 但是長者就已經開始有禮物收 今天上午華美醫師協會 捐贈了10萬元支票 被安老子助處美美營養項目 上百位公公婆婆見證了一個時刻 我們的主任都說 我們會改善我們的餐 menu 希望給更營養和更好吃的餐 給我們的老人家吃 也可以增加多些餐 鍾月娟表示 雖然現在安老子助處 一年已經提供39萬個營養餐 不過其實很多老人家都輪不到 梁禮崇博士就說自己幾十年來 看著安老子助處幫助社區 而今次特別資助營養餐項目 就是因為見到這個項目很有意義 華美醫師協會也希望 這種關懷的精神可以傳承下去 有了10萬元的捐贈 就可以增加1萬個營養餐 令更多獎者可以參與到這個項目 天下衛視記者梁里娜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